晚安 欢迎收看4月18号的台式五件新闻 我是刘宜涵 新闻开始带您来看到 在火车上竟然出现了1.5公尺长的巨蛇 今天早上有一列2724自强号列车 经过瑞芳战时 有旅客通报在第12节车厢出现了蛇 列车长随即疏散旅客封闭车厢 等到停靠到宜兰战时 再由消防人员上车帮忙抓蛇 而专家研判这是一条龟色红尾然 幸好无毒又温和 算是受欢迎的宠物蛇 也没有伤及到其他旅客 不过现在台铁要调查 是不是有人违反规定 携带宠物蛇上车 要是找到四组 最高可以开罚7500元 抬头一看又长又粗的蛇 缠绕在车厢把手 消防员戴上手套 小心翼翼抓住头部 顺势把蛇抓下来 18号台铁272次自强号列车 上路8点19分 行进瑞芳战时 有旅客通报第12节车厢 发现有蛇列车掌随即疏散 旅客封闭车厢 9点25分停靠宜兰站 抬提请来消防队员 帮忙抓蛇 还引来乘客旁观 因为我要交代子啊 然后发现那个 一看就是要洗手 不会骂啦 我有摸他耶 发现车上有蛇的乘客就是他 还好对蛇有点了解 没被吓到 有网友看到照片说 一般人早就吓死了 还说这是最常搭便车 可能他只是想回家提早过端午 一人说看起来像蟒蛇 应该不知30公分 消防队员实际丈量长1.5公尺 相当惊人 进一步询问 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保育员 判断这只蛇是龟色红伟然 温和无毒 属于受欢迎的宠物蛇类 尽管是宠物蛇 但还是吓坏车上乘客 目前台铁还要查 是不是有人违规把蛇带上车 车上 7代动物有动物的规定 蛇类是不可以上车的 巨蛇搭车违反规定 吓坏其他乘客 台铁表示 如果找到四组 可依规定开罚1500元到7500元罚还 目前蛇已经由宜兰县府农业处 带回主力 记者李克宁宜兰报导 请订阅